欢迎回到书名大作家台大社科院的院长苏宏达 他因为处理了林志坚和郑文灿的学轮案而声名大噪 不过今天传出他想要寻求连任结果被否决 可能是台大社科院第一次有院长寻求连任失利 当初台大据说本来不想审查林志坚的论文是苏宏达坚持要审 那么结果后来也造成了民进党的选情重挫 而教育部还把郑文灿的论文还有包括了审查的过程 统统都给封存起来 苏宏达坚也跳出来痛批形同是断了郑文灿的总统路吗 那么最近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谢佩芬就跳出来酸苏宏达说 你看就是因为他主导了林志坚的学轮案才惹人讨厌 因此才没有办法来连任社科院的院长 因为这个谢佩芬他其实不只是立委的候选人 他同时也是民进党的一个发言人 到底是代表他自己的谈话还是代表党的谈话呢 难道是得罪了民进党一定会有人帮忙秋后算账吗 介大使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这个苏宏达坚是一个非常有道德勇气的 当然就是说在台大这个内部 它这个绿色长期主政 它的政治生态 其实我们也多少有所听闻 对不但老师他有一些政治压力 那么学生也有 学生过去在这个 这个就是当时这个校长的案子的时候 实际上很多学生那时候我们有接触 他们说哇 他说这个绿色的社团在学校里面 对那些不跟他们配合的学生 事实上是有蛮大的压力 所以当时民进党再也是说这个党派退出社团 退出校园 事实上看起来并不是 我们大概都了解 其实民进党是大举进入了校园 我过去在这个还服务公职的时候 那时候我去过一个大学 我去了以后 他们学生一个活动 就我方学大量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也掺杂其间 所以这些就是说我自己亲身经历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校园里面 事实上政治的阴影是回不去的 可是苏宏达事实上他现在 他现在被这个 被这个人家指出来说 民进党的发言人说 就是因为他主导这个临志监案 可见你看 他得不到绿色这些政治人物的这些喜欢 那么事实上欲除之而后快 看看有没有办法 那不过我觉得苏宏达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讲 他坚持了他的道德勇气 坚持了他的是非标准 把这个一个台大的基本的学术标准 把他坚持下去了 所以我认为他不必在乎 现在这一个一级的这个去留 社会自有公道 那他自己过去 就是因为他这个刚正不阿的性格 他曾经在脸书上写一个有关 这个故宫的文章 其实我被警察这个查水表 而且被叫去询问 叫到什么警察局里面 什么地方询问 征讯犯人的地方询问 所以他坐在那个椅子上 附近不是手铐 就是脚铁 所以呢 事实上的话 当时引起轩然大波 对一个台湾最高学府 台大的政治系教授 用这种公然的公权力的这种恐吓 事实上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对于整个来讲 他对台湾的这个风气 他应该有深刻的了解了 所以到了这个学龙案的时候 你可以看出来 他的道德勇气跟知识分子的风骨 全然的发挥 那不过很可惜 在现在这个整个的大的这个氛围 在民进党长期的掌权之下 他们的力量 渗入到各个角落的时候 我觉得他还是这个 即使得到社会的掌声 可是他还是不敌政治的这个力量 所以呢 我是觉得就是说 我们对会永远怀念这个 这个谁啊 这个苏鸿达 他在一个正确的位置 做出了正确的事 捍卫的是怎么样 是学术的伦理 跟台大的怎么样 整体的声誉 我们永远会记得他这些 那当然就是说 现在这个所谓的社科院 他的这个决定 他后面还有可能再继续走下去的 继续走下去的这些机会 我们希望还会有好的发展出来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